GAMEMAN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前世和今生 身为母体的我呢 可以在手部幻化出任何形态的武器 但是由于我过于强大 米国并不够给我获获的 于是我利用我随意变化外形的能力 换了一个外形人跟名字 去了你哄我 算你哄我 由于我智商非常高 我还坚持了侦探侦 拍了800来集侦探片 后来因为我每次破案 都会死那么几个人 你哄我也不敢让我当侦探 于是我再次摇身一遍 准备拍一个我的真实身份 相近一些的电影 后来一个叫做严明君的画家 找到了我 希望我给他一些灵感 到了最后 我的影响力非常大 伟大的天朝 也找到了我 说记忆生兽那个东西 把太血型了 问我知不知道捉妖记 拍成那种程度就OK了 太简单了 这是他写杆 他的故事 电影讲的是地球某区域 被寄生物入侵的故事 所有非主角人员呢 都被寄生兽入侵到脑部 然后被寄生兽完全地支配躯体 只有用耳塞听歌的主角呢 幸免于难 被寄生兽啊 寄生在手部 因为主角智商太高了 所以把这个寄生兽的用途 开发到了极致 可以当亲钱电话 联系小用 可以当雷达侦测敌人 可以变成武器 打击坏人 可以上得厨房切菜 可以下得浴室去 然后还可以跟社会级电影 告别的女主角范倒爱 松岛峰 或是乔本爱 进行这样的肢体接触 卡桑 我的手不臭 我来控制了呀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转学来了一个超级大赛哥哥 岛田秀雄 岛田家族三兄弟之一 守望先奉的新英雄 他也是个寄生兽 同毒的情敌呀 干 于是两人在学校展开了一场 追逐女主的战争 他们solo一半时 被突然过来的田工梁子 一个隐言 想抢人头 主角大家忍不了了呀 于是爬到了对面的楼上 模仿着岛田秀雄的哥哥南方山龙岛田 伴藏的攻击方式 大喊着 一箭秒杀了岛田秀雄 不好意思 这段没上映 主角的妈妈也被寄生兽残害了 主角陷入了复仇的黑暗之中 一心想着单刷所有寄生兽 清理掉所有怪物 不过最后主角还是被冒着 枪林弹云保护自己的孩子的 田工梁子老师所感动 看到了寄生兽人性的一面 最终找回了沉浸在复仇中的自己 负面buff去除 靠着积极的脑瓜子 当刷了五合一寄生兽 抱得美人归 人性和兽性 听我脑洞了半天 那我们来讨论一个严肃而又认真的问题 人性和兽性 我们所谓人性呢 大多指的是向善 内心善良 有同情心 有责任感 而对应的兽性则是 不稳定性 破坏性 以及原始的欲望 在电影中 这两者通常有鲜明的外表来加以区分 而人面兽性 也不过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反转而已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 隐藏在兽性和人性底下的到底是什么 说到人性时 其实大部分是对于自己过错的反思 而说到兽性时 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做兽性大发 隐藏在兽性下的实际上是弱者 对于现实的激进抗争 不论是寄生兽 哥斯拉或者是其他兽性的代表生物 隐藏在凶狠的表象背后 通常只是对于生存的可求和渴望 不知道在座如何思考 在下在看到小悠说到 人类是距离恶魔最近的种族的时候 以及市场那一番慷慨沉词的演讲时 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人性和兽性 也许就像太极的黑与白一样 单纯拥有哪一种颜色 都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唯有人性和兽性兼备 秩序和抗争并存才会有完美的平衡吧 而新一不就是这样的一个 人性和兽性相结合的极端理想化的案例吗 就像刺客信条里面的刺客联盟 以及圣殿骑士团一样 好的 我是有思想有文化所在时代前面的游戏诗人大 欢迎大家给我评论 如果有什么电影想推荐我下BB下的话 就更好不过了 听说帅的人都已经关注了我的微信公众号 里面有更多更好玩的视频 欢迎前来骚扰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